傳統市場近載活情的政策今天上路 各地總共查到了11件違規 而被抓到的攤商都當場接到罰單 限期改善 拿出檢查表 稽查人員仔細檢查市場內肌肉攤商 有沒有違法的行為 為了防堵H7N9流感疫情 傳統市場近載活情政策今天上路 台北市衛生局一大早就帶隊 前往市場攤商進行稽查 結果負面路97號 攤商仍被發現違規陳列 展示活機被衛生局當場開罰 並勒令限期改善 過去傳統市場吸引民眾採買 是因為有限載的活情 現在突然要改變營運的模式 很不習慣 而且有老闆擔心賣電載機 生意會大受影響 那些阿公阿嬤他們當以前購買習慣 就是希望說我來現場看你處理 他們會覺得說這種東西最新鮮 不過對於以後市場買不到溫體機 民眾卻有不一樣的看法 冷凍過的東西基本上口感很差 質料就冷凍過了肉質會變 不會有什麼差別 就是佩服政府的政策比較安全 今天一整天下來 全台各地也都有稽查的活動 截至下午五點出了臺北市 包括新北市被開出八張罰單 嘉義縣也有一件 而近載令實施 對攤商衝擊不小 為了鼓勵轉型 經濟部也提供十萬元的獎勵金 到十六號截止日 列晚的九百二十攤中 有八百六十九攤提出申請 申請律約九成四 記者吳曉雲 莊智常態報導